这是武当派弟子的练武场 为了训练飞镖高手 居然拿活人充当靶子 快看 这个名叫云飞扬的小伙 手拿盾牌不停的闪避 看他一脸狼狈的模样 谁也想不到 他仅身怀武当顶尖武艺 因为师父告诫过他 不得随意在外人面前施展武艺 除非练成武当七绝中最厉害的天残功 云飞扬只得留在武当充当杂役 脏活累活都由他干 别人练武时他就要充当活靶子 除此之外 师兄弟们还经常欺负他 只有师姐伦婉儿师以援手 还去执法堂为云飞扬评 没想两位师叔懒散平庸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两人哪肯替区区一个杂役主持公道 反倒是训斥了云飞扬 正说着无敌门的公孙红闯入山下 武当开山祖师张真人立有条例 无论何人上山都不可携带兵器 可公孙红无意高强剑法超群 武当弟子中无一人是对手 就这样公孙红大摇大摆的进入太殿 说是给武当掌门轻松送一件大礼 打开一看竟是一件红杜兜 公孙红嚣张的扬言 武当无敌十年一战即将来临 他师父独孤无敌 担心武当不敢应战 只要掌门当众穿上这件红杜兜 跪着解散武当便可放他一马 男儿膝下有黄金 掌门当场把盒子摔给公孙红 答应一定会去赴约 公孙红冷笑离开 不料掌门一个飞升而上 就夺走了公孙红的佩剑 解剑规矩自张真人开山以来 一百多年来没有人不遵守 公孙红只得灰溜溜的离开 虽说出尽了风头 可掌门内心却忐忑不安 因为在二十年前的比武之中 他败给了独孤无敌 十年前他也败了 说实话掌门确实没信心 晚上掌门找到师兄燕冲天商量 话说燕冲天一心向武 是当今武林的前辈高人 实兄给出的建议是 掌门的两仪剑法已是出神入化 就算是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 练到了第七重也可取胜 然而高手对决并非全是武艺 天时环景细心都会影响胜负 未必先胆怯就已经输了一分 实兄将他一番安慰 很快十年之战来到 武当掌门与独孤无敌如约对决 两人一言不发的较量了起来 掌门却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 于是使用看家本领养一剑 虽说战斗力提高了 可面对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 却毫无招架之力 话说灭绝魔功是无敌门的护门神功 运攻时刀枪不入 掌力极为凶狠毒辣 不过几招 独孤无敌就将掌门打成重伤 原来他的灭绝魔功早就已经炼至第八重 可独孤无敌并未杀他 虽说独孤门并非名门正派 可也不乱杀无辜 只是想出出风头 提高武林地位 独孤无敌表示 愿意再给掌门两年时间苦练武功 独孤无敌真的那么好心吗 原来他是因惧怕掌门师兄燕冲天 相传他练成了武当七绝中最厉害的天残拱 若是跟燕冲天比试 独孤无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久武当掌门在回去的途中遭到偷袭 杀手自称是无敌门弟子 掌门本就身受重伤 误以为无敌门出尔反尔 信得一个名叫傅宇书的年轻人触手相助 掌门这才捡回一条命 得知傅宇书为了救自己 母亲和妹妹均被杀害 掌门将傅宇书带回了武当 还特意收齐为清传弟子 与此同时 云飞扬对师姐伦婉儿日久生情 将情书装进香囊里 不料被师兄发现 还当众念出来嘲笑 在他们看来 云飞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伦婉儿也暴露出真实想法 他只是同情云飞扬 并无他意 云飞扬想把香囊给伦婉儿 不料被当众拒绝 伦婉儿又气又怒地离开 原来伦婉儿对风度翩翩的富裕书 一见钟情 受罚后 云飞扬一气之下 找上武当掌门 质问他 自己随他上山多年 何时教自己武艺 掌门先是忽悠了一阵 见云飞扬不依不饶 掌门严声说道 你一个下人 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就这样将云飞扬打发走 云飞扬又急又气 辗转难眠 爱情事业两不如意 他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可又没有勇气 不知不觉中 三更到了 云飞扬起床 竟用掌力将窗户打开 紧接着施展亲功 来到后山见师傅 原来这个蒙着面的黑衣人 就是他的师傅 每晚三更 就会在这里传授云飞扬武艺 对于师傅的模样 云飞扬从未见过 可师傅却似乎知道他的心事 今晚师傅教他的是两仪剑 在练功时 特意还写了一个忍字 来提醒云飞扬 可他哪里知道 师傅其实就是掌门 除此之外 还是他的青爹 这天晚上 武当前辈燕冲天 正在练天残功 不料却走火入魔摔倒 面对师弟掌门的关怀 燕冲天不再隐瞒 原来他并未掌握天残功的奥妙 当年只是偶尔发出一掌 就被江湖人传开了 他担心 独孤门会再次来袭 为了应战 决定培训本门绝学 北斗七星镇 话说 北斗七星镇 要七个人才能施展 掌门选了七个弟子 有六人上山多年 外加才入门的富裕书 与此同时 独孤无敌得知 有人在冒充自己 杀害武当掌门 派手下一查 竟是富裕书搞的鬼 就连他的母亲和妹妹 也是假的 为了证明清白 掌门之女 独孤凤和公孙红 夜闯武当 不料堂堂武当名门正派 居然不愿多听 两人一句解释 只顾一拥而上 还组建了北斗七星镇 困住两人 虽说是初恋 可实力不可小觑 公孙红有理说不清 云飞扬看出他的苦衷 蒙住面 一个飞升而上 将两人救走 云飞扬 本不想暴露身份 可在直路时 被独孤凤拉开面罩 不料这一幕 被傅宇书瞧见 原来傅宇书 是逍遥谷的少谷主 当年他的爷爷 败在了武当前辈之手 他之所以搭上武当掌门 是为了盗取天残宫 为清报仇 自觉身份即将暴露 傅宇书决定 对掌门下杀手 他派出 风 雷 雨 电 四大护法偷袭 当四人群攻掌门时 傅宇书则出其不料的暗算 就这样 武当掌门被杀害 随后傅宇书将云飞扬 引到现场 想让他当替罪羊 奄奄一息的掌门 紧握云飞扬的手 告诉他 自己就是他的师父 紧接着让他 到柜子里拿出一块玉派 交给无敌门的沈曼军 不料话音刚落 傅宇书就带人赶到 紧接着进行挑拨 冤枉云飞扬 说是他杀了掌门 还要将他就地正法 或于无奈 云飞扬显露出武艺 飞身而逃 因此被误会成叛徒 与此同时 武当因掌门离世 发生了变故 傅宇书成为新任掌门 门规有声明 掌门不能成婚 伦婉儿只得独子流泪 傅宇书从诗书艳冲天处 骗得天残功秘籍 可不管如何练习 始终无法领悟其中的奥秘 以起之下 傅宇书将秘籍丢进火炉 反倒是发现了 藏在阁层里的弥宗剑法 说起弥宗剑法 他与天残功不相上下 可因狠毒辣 丢之可惜 于是被武当前辈 枯木道人 藏于天残功秘籍之内 另一边 云飞扬在山下东躲西藏 偶遇独孤凤 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独孤凤 邀请云飞扬去无敌门避难 云飞扬本想拒绝 可想到掌门的遗言爽快同意 来到无敌门 见到沈曼君 云飞扬将玉佩交给他 还未多言 独孤无敌出现 与妻子沈曼君争了起来 原来当年 独孤无敌因修炼灭绝魔功 冷落了沈曼君 只顾四处征战 大显威风 沈曼君为了弃独孤无敌 救下了他的死对手 武当掌门 谁知两人日久深情 有过一段露水之缘 云飞扬与独孤凤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看到陌生男人云飞扬 独孤无敌 当即就要将他打死 虽说云飞扬得了武当掌门征传 可他面对的是江湖上 数一数二的高手 不过片刻 独孤无敌就将云飞扬 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他毕竟是 无敌门的掌门 以大欺小 传出去颜面无光 独孤无敌并未取他性命 只是废了云飞扬的武功 沈曼君母女 将云飞扬带到破庙休息 还为其疗伤 不久 师姐伦婉儿找来 原来傅玉叔 已经炼成弥宗剑法 海连和手下四大护法 将师叔验中天杀害 如今武当已改名 成为逍遥派 或许是愚情未了吧 只有伦婉儿一人逃了出来 得知武当掌门被傅玉叔杀害 沈曼君居然也掏出一本 天残功秘笈 拿给云飞扬 原来当年掌门手抄了一份 放在他这里 希望他能帮自己研究其中的奥秘 如今 沈曼君已经知道方法 想要炼成天残功 首先得废弃本身的武功 再就是三英慧阳 由三个慧武艺的女子 向他输入真气 说完 四人照着秘笈 炼了起来 不久 云飞扬身上 居然出现了一根残丝 紧接着越来越多 最后居然结成了一个残茧 破茧而出时 就会神功大成 头发也由黑变白 云飞扬 因阔得福 炼成天残功 看到这里我才明白 为什么师叔艳冲天 没有炼成天残功 言归正传 云飞扬来到武当山 为师父清理门户 不过片刻 就将小喽啰们打得落花流水 紧接着就是与傅语书的大决战 虽说傅语书的弥宗剑十分厉害 可云飞扬使用的是天残功 此功乃是武当七爵中的顶尖武功 神一样的存在 说起弥宗剑本就是鸡肋 面对天残功 赋予出惊慌失措 无理反击 不过片刻 就被成功结果 云飞扬 终于替师父报仇 虽说神功在身 可他却无形武林至尊 而是告别众人 选择了退隐江湖 临走时 伦婉儿叫住了他 要求同行 尽有这样的好事 云飞扬岂会拒绝 这部天残变上映于1983年 灭绝魔宫 迷宗剑影 天残神功 各显神通 真是花样百变的武艺 这样的邵氏老武侠 放在今天看 依旧精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